我们把你们想的太好了 我们认为你们会遵守基本的外交礼节 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 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 同中国谈话 美国发起新的发展餐 我觉得就不是正常的代客 我们的价值就是人力的价值 那就是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自由 民主 京江 西藏 台湾 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对美国采取的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表示了坚决的反对 并向采取坚定的 美国不代表国际舆论 过去几年 过去几年 由于中国的正当的权益受到了无力的打压 都没关系 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的困难 这次战略沟通是有益的 中国将坚定的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力 建议 中国的发展壮大 是不可阻挡的 是不可阻挡的 这次 中方是外国诚意而来 严议对话 从这个美方不要低估 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与力的决心